这个村子有一口闹鬼的水塘 每到半夜时分 都仍看见里面有水鬼出没 村里老头在水塘边钓鱼 却钓出一床带血的棉被 围观的村民也纷纷反应 一到晚上 水塘里总会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湿臭味 于是村长当即下令 用抽水机抽干水塘 可等水落石出 塘底却只有一头发臭的死猪 众人虚惊一场 但这个女人却仍被吓得脸发白面发青 但众人都走光后 她点上相处摆上祭品 在水塘边祭拜王夫 但就在这时 水里突然冒出一具尸体 女人被吓得肝胆欲裂 丫鬟急忙尚且安慰 女人为何会如此害怕呢 少士经典降头三部曲 鞋准备好了吗